人们常问,何谓富贵命?或许富贵在于家庭财富充裕,名利双收,欲风得风,欲语得语,或者在困顿时有一张舒适的床,饥饿时有一碗温暖的汤面,寒冷时得到爱人递来的棉衣,炎热时有高大树木可遮阳,为何却嫌有人能真正体验到自己的富贵呢? 俗话说,相由新生,可以从相貌中窥见一个人的福相,这里所说的福相并非指容貌的美丑,而是指蕴含着与众不同福质的气质,具有以下四种福相的人,或许都拥有富贵命,看你有吗? 读国学经典,误人生智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 人云,富贵之人都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良好面相,主要指的是额头圆润,大而亮,下巴坚实有力 丰满有肉,虽然看上去不太美好,但是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富贵之相,大都市成熟稳重,命中有财富的富贵之相,从小到大,可能身边会有很多发财的好机会 鼻子圆润有肉,鼻子代表着财伯公,掌管一个人的财富,因此可以从鼻子看出一个人是否富有 要是鼻子圆润且有肉,那么证明此女的财伯公发达 注定是个大富大贵的命格 真骨强起,真骨强起,真骨在后脑上半步,如果有事有起,而且越明显越显贵 从相学的角度来分析,真骨最好的标准就是一个字,强,形式显露,说明越显露就越显贵 后而有垂珠,此类人意志力强,待人处事温和有理,心胸宽大,工作认真负责,做事很有干净,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因此这种人很容易获别人依赖,若加倍努力,财富会滚滚而来 有句俗话说的好,扬眉吐气,也就是说眉毛上扬的人 厨师有魄力,讲原则,做事谨慎,正因如此,所以能够得到命运的青睐 厨师虽然有波折,但成功的几率较高,因此运势也是不错的 眉毛尾部上扬的女性,一般能够展现出男子气概 做事威风八面,喜欢植入主题,不喜欢拖泥带水,拐弯抹角 头发浓密顺滑,头发要浓密,然后要有润泽,浓密就是头发不能稀稀疏疏 甚至年纪轻轻,就已经掉头发掉了很多,头发也不要看起来很干燥 哭掉,头发浓密有润泽的人表示他的身体健康之外,表示他的思考很好 很幽默,很风趣,个性也讨人喜欢 耳朵上边高于眉毛 耳朵也是最能判断一个人是否福气逼人的重要判断依据 看一个人是否有福气,要看他的耳朵 耳朵不但能看出幼年运势,家境好坏,心性好坏,教育程度 更能借此预言,将来是否能获取功名利禄,享受荣华富贵 耳朵位置高的人,天生聪颖,学习能力强,读书成绩优秀,善于沟通 是成功人士的典范,能拥有名声和地位 额头高又宽,财富征兆 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投资理财的能力 一般来说,假如一个人的额头高耸宽广 则代表此人的财力基础比较雄厚 对待投资理财有自己的一番见解 并且能够准确地对各种形式加以分析与判断 这类人可谓是投资理财的高手 此外,额头高耸宽阔的人身边时常有贵人相助 从而使自己面临的经济危机得以解除 端庄厚重 老子说,重为清根,敬为造军 端庄厚重的人举止不轻浮 做事沉稳不浮躁 这样的人作为领导让人信赖 作为朋友让人放心 轻实稿,记载 曾国藩为人危重少言 步履慢而沉重 说话少而沉稳 他在部下面前很有威严 沉稳的气质让人心生敬仰 不自觉地尊敬他 曾国藩在家书中给儿子说 举止太轻,是一大弊病 以后要实时留心,无论行作都要重 后,外在的端庄是一个人内心的沉稳 正是因为这份沉稳 曾国藩才能规避祸患 屡屡建功 1862年,乡军功破安庆 天经唾手可得 手下都主张一鼓作气 曾国藩却一再坚持停一步 稳一些整顿兵马 等待四方援军 他的弟弟曾国权不听将令 带兵直逼天经 曾国藩不断写信告诫他 清兵冒进风险太大 让他适可而止 曾国藩却不管不顾 一心要拿头功 果不其然 太平军援军抵达 曾国藩很快被围困在天经城下 陷入绝境 若不是曾国藩清理之源 曾国藩多半要死在天经城下 曾国藩说 稳当从容可当大事 一个人做事稳重 不贪功冒进 才能最终成就一番大事 身沉厚重 是人生第一等资质 一个人只有举止沉稳 欲是不慌 才能负重致远 担当大任 谦卑寒荣 曾国藩说 人生最大的敌人 一个是懒散 一个就是傲慢 傲慢的人无知无理 不知天高地厚 不懂得尊敬别人 这样的人 没有人愿意和他交往 迟早要吃大亏 保持谦逊 包容他人 才是善身之道 曾国藩 早期在长沙带兵 自视甚高 看不上共事的同僚 所以在做事的时候 态度傲慢 一点也不尊重别人 训练水师 他担心湖南巡抚 骆炳章会干涉他 于是提前写了一封信过去 告诉他 自己一个人就能做好 别派人来瞎搅合 武昌告急 他向骆炳章求援 依然是一副大业的嘴脸 唇齿厉害之间 不带智者而知也 告诉骆巡抚 淳王齿寒 要尽快发兵 不要让等别人提醒你 傲慢的人 很难正视自己的问题 反而更喜欢挑剔别人 不会包容他人 骆炳章回信批评 他刚愎自用 他反而抱怨 骆炳章为人刻薄 就连弟弟曾国华也看不下去 说他美于人难堪 经常让人下不来台 长寺以往 曾国藩慢慢得罪了 整个湖南官场 最后被咸丰帝罢免回家 痛定思痛 第二次出山的曾国藩 开始学会收敛自己的傲气 一点点变得谦逊起来 他出山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写信给湖南各级官员 向他们讨教学习 路过长沙县衙 他甚至拜会了当时的长沙县令 虚心学习为官之道 曾国藩开始一点一点 被湖南官场接纳 也慢慢被朝廷信任 这才有了曾国藩 后来平定叛乱 封侯败相 上山若水 一个人要像水一样 谦卑除下 包容万物 这样才算是真正接近大道 曾国藩说 君子大过人畜 只在虚心而已 太过傲慢 只能引来一时的喧嚣 唯有收敛傲气 懂得尊重和包容 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事有规障 一个人能把一件事 有条不紊地完成 就是事有规障 一个人心态再好 内心再善良 如果做事不着调 那也很难赢得别人的青睐 肯做事 能做事 是一个人难得的跪下 古人说 行白礼者伴久诗 天下没有容易的事 绝大多数人都倒在了终点之前 一个人想要成事 最重要的一点是耐反 曾国藩的弟子黎树昌 在江苏作县令的时候 遇到了很多难题 当地盗匪横行 民风彪悍 加上前几任县官 钱粮亏欠太多 黎树昌用尽办法 也无能为力 于是他给曾国藩写信 想要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曾国藩劝他 手一耐字 久之自律哼曲 遇到困难 耐苦耐劳 事情慢慢就会有转机 果不其然 时间不长 江苏巡抚张之万 就出面解决了此事 而黎树昌 也因为耐苦耐劳 被朝廷看重 官越做越大 古人说 天下是未有不从 艰苦中得来 而可久可大者也 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 容易的事 也都很难长久 靠谱的人 不管做什么事情 必然会有条不完 把事情一件一件 都落在实处 心存忌悟 孔子说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一个人愿意付出善良 别人也愿意回报善良 心存善意 彼此帮扶 人生之路自然走得更顺畅一些 咸丰年间 乡军作战不力 曾国藩在江西与太平军交战 大将塔齐部 偶血而亡 他身边唯一能依靠的 只剩罗泽南部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依然把罗泽南 调给了湖北的胡林义 胡林义靠着这支精锐 在湖北站稳脚跟建功立业 曾国藩却越来越难 后来曾国藩被罢 咸丰帝有意让胡林义掌管乡军 胡林义执意不肯 他通过各方渠道 想方设法让曾国藩起赴 他知道曾国藩为他付出了多少 别人拉了他一把 他也要拉别人一把 正是因为胡林义的坚持 曾国藩才有了二次出山的机会 古人说 待人以善者善意所趋 一个人愿意以善良对待别人 别人也愿意以善意回报他 凡事有因果 万事有轮回 善意流转 终究会回到自己身上 慢慢人生 每一份善良 都是为自己攒下的福气 了凡四讯讲 命自我利 福自己瞧 人一生的富贵从来不是天定的 而是自己修来的 为人谦卑厚重 做事踏实善良 这样的人上天必不会辜负 读国学经典 误人生智慧